他说他体重变成要两个体重 然后一个目标 一个目标这个体重 那这个什么意思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这个就知道了 你可以看到像这个有没有 那我刚刚有提到你点一下这个图表的时候 上方会有一个叫图表设计 特别主要这个可能慢慢习惯一下 如果你找到功能以后就蛮简单的 这个点击之后上面有个图表设计 那其中的话呢变更图表样式这个我们刚刚用到了 另外呢他现在讲的是资料来源 所以功能是在哪里呢 就是选取资料的地方 点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他意思是说 我这边是体重跟目标体重 他是希望你再新增一个也叫做体重 而且是一模一样 可是放在下面 所以要怎么样再增加一个 里面没有复制啊 如果有复制的话我就把这个复制一个放在下面就好 可是没有复制有新增嘛 OK 但是你说那我新增之后我要填什么东西 这两个我不知道填 没关系取消一下 你可以先点体重 因为就是跟他一模一样 只是放在下面 那你先把它编辑一下 上面这个格子 有没有发现 他其实指向在这里 所以待会上面是点这里 然后呢 这个是数列名称 名称就是指哪里 指这里 OK 然后呢 数列值的话指下面 所以这个是指的是这个的下方 你就把它先选这个 Ctrl Shift向下 就把它选起来 这样就多一个体重 所以我们来做一次取消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编辑 然后新增一下 第1个是他 他在哪里 这个 点一下B1 这样OK 第2个话 数值值的话 记得 你把游标放这里面 但是他前面本来会有一个什么 会有一个好像大瓜糊一吧 这个可以把它删掉 不要这个 那等号留下来 接下来 记得把游标先放在 B2 就是B2底下的资料 所以 B2然后Ctrl Shift向下 选到底 好这样OK的按确定就好了 这样的话就会有多一个一模一样的体重 如果你不确定有没有一样 你可以再点他看一下 他是不是长这样 然后再看一下他 是不是也长一样 看起来好像里面只要一模一样 那表示呢 是正确的 可是你说 到底有什么 那这个做完之后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你可以看到 他底下的图有 就有发现一个变化 什么变化 他就增加一个体重之后 他这边又多一个折线图 所以刚刚我们已经把折线图 换成区域图 如果你再补一个体重的话 等于就是把刚刚的折线图又化回来 不过我觉得这一题设计有点逻辑 不知道 按照他的需求 就OK了 那最后的话有一个地方可能会出错 就是这个水平的资料 他现在变成一个 1,1,1,2,3,4,5,6,7,8,9 就是他变成一个数字 所以我们必须把它改成 原来的 日期 那怎么改 很简单 编辑一下 然后把这个范围呢 选到哪里 选到 A2 记得日期这里 不要选到A1 A2 然后一直往下 Ctrl, Shift, 向下 这样的话 底下的那个日期就会又回来 不然的话底下变成1,2,3,4,5,6,7 OK按确定 好 然后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这一题的结果 按确定 这样完成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应该 就 做完 到 到 这个 第三个项目了 最后就把这个图表移动到 7月份的 图表 这个什么 这个图表的工作表 所以把这个结果呢 减下来 再按右键 减下 然后放哪里呢 7月份的图表这里 他理论上应该 我在猜应该是放在这个框框里面 把它贴上一下 这边 把它直接贴上 或者你直接把它Ctrl, V 就可以了 那Ctrl, V 之后的话呢 待会的这个题目应该会 移过来之后 他希望帮我把它 就是放在固定的位置里面 并且套用样子 待会我们再来看 所以请各位先 试试看 这个我刚 特别 注意一下 1 这个 我是选这个 选择 资料 我再增加一个这个 关键的地方 2的话呢 把这边 本来是1234 再重新改成 那个他的 那个什么 他的日期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是 感谢观看